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传福音给这世代的人 这是我们用哥罗西书第一章21到29节 第三次来传讲这个题目 哥罗西书第一章21到29节 是讲到有关传福音的事 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 和他们谈到有关福音的传扬 福音的内容和神的托付 他告诉哥罗西的教会 教会存在是为了福音 教会存在是为了福音 而福音也产生了教会 然后教会就得着托付 要把所得着的福音讲出去 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 你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叶光洲 对吗 对 他带领我们 或者说他从神领受一个异象 我们就跟他一起出来执堂 所以你以为他是教会 是 他是教会的一部分 但他不是教会的全部 教会不是他 当你讲到教会的时候 你可能会讲到说 那些长老们 那些牧师传道们 他们是教会 对 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 但我们不是教会的全部 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不是他们 你说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 我们想到什么呢 也不是想到组织 也不是想到制度 也不是讲到今天的组织崇拜 也不只是讲到这个 当然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 刚才我们很紧张 为什么呢 我们觉得直播没有出去 后面很紧张 唱诗歌的人看不到歌词 对吗 我们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们想到的教会就是这个 哎呀 这个硬体 刚才孙子长老在报告 过去这几年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感恩 我们从头一天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下定决心 到底要不要拿母会的支持 我们到现在 母会给我们的支持 都还放在那边 我们都还放在那边 都还没有用到 母会给我们的支持 因为我们需要 因为我们想要好好的做 从头一天开始 大家就说 要不要30% 还是20%奉献出去 你知道 一般人给政府的税 都没有这么高嘛 对不对 那我们拿来的又奉献出去 我们怎么够呢 然后我们有这么好的会堂 孙子长老讲话 都是比较客气温柔 你们要把它加成 你听得懂吗 我讲的比较准确一点点 我们很快就要直航了 我们很快就要直航了 我们要再找更大的地方 因为我们觉得 如果我们要直航 我们就要往前走 所以当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 说去年还有圣钱 我们很感恩 我们说那这是神告诉我们 往前走 大家不要害怕 我看你们开始有害怕的眼神 对吗 你说我们来这里才两三年 很多人跟我说不要啦 你长老怎么一开始来又要直航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讲这个信息的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 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讲到这些人 不是讲到这个制度 不是讲到这些活动 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是讲到你 是讲到我 是讲到弟兄姐妹 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就是 我 我们每一个人都讲 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 教会就是 我 当你讲我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我们了 对吗 当你讲我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说 我的时候就变成我们了 你们还是有害怕的眼神 但是我告诉你真的不要害怕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孤单 当我们的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 因为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上帝告诉我们的 我们一个人总是有难处 我们一个人总是有困难 我在很多地方建立了一些新的组织 新的活动 你不要一个人走 你一定要跟别人一起走 我很少看到一个组织 全部人都软弱的 一个组织大家都碰到困难的 没有 都是此起彼落 这个弱的时候 那个就起来了很奇怪 所以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 不是讲别人 当我们讲教会的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 是这些人 当然今天有些人没有来 今天有些人是看的网路 我们就是教会 我就是教会 你把这里当成家 所以我鼓励你早点来 你说我跟教会都不熟 我还不好意思讲你呢 你知道你为什么跟教会不熟吗 因为你聚会来了才进来 聚会完了 还没分享你就跑了 我想跟你说都有困难嘛 对不对 你要不要9点50分就来 你要不要9点40分就来 你要不要马上走 现在因为啊 政府规定又升一点点嘛 所以我们这一次 礼拜天就停了运动 下个礼拜不一定啊 你要接受我们通知啊 对不对 我们运动就开始了 你就要来 你就要来 因为你要参与各样的活动 教会有各样的活动 你就会熟 所以教会是我们这件事情 非常重要 我们这里很多人看起来 都真的很年轻啊 凡是比我年轻的 一律叫年轻这样 我们这么年轻的情况之下 我告诉你 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路还很长是吗 因为年轻嘛 所以路还很长嘛 你怎么可能不融入家呢 你怎么可能不融入教会呢 你怎么可能不融入我们呢 因为我们是要一起往前走的 所以不是形式上的敬拜 这个敬拜很重要 更不是宗教的仪式 不是 是我们要走在一起 好 我继续讲下去 但是由于哥罗西教会 对福音的了解有偏差 所以保罗在这段声音 特别提醒他们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福音临到个人 是出于他的恩典 注意听啊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我现在再帮你复习一遍的时候 就是帮你确定这件事情 第一 福音临到个人 是出于他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我们人都是有外表 有错误的行为 内心有不良的动机跟思想 所以与神隔绝 如果你把神的定义弄清楚 他就是全知 全善 全能 但因为我们离开他了 所以我们变得不善 这种情况 让我们不能跟神在一起 不能跟神在一起 然而神借着基督肉身的死亡 他主动地要与我们和好 就把我们完完全全地 引到他自己的面前 第一次出现完完全全的了 完完全全引到他的面前 在这一边 当然他讲完完全全 引到他的面前 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完全 就是我们成了圣洁 就是我们成了没有瑕疵 就是我们成了无可责备的人 你说没有啊 我没有这样 注意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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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讲到神的恩典 这里的完全 是讲到我们的地位 地位 什么叫做地位呢 地位就是 神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问你儿女是不是一个地位 儿女是一个地位 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有地位的 刚才若主坐在我的后面 我都一直怕挡到他 就是Denis的女儿叫若主 对不对 是不是叫若主啊 我怎么讲的时候 你怎么怀疑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你好像 没有怀疑啊 没有怀疑啊 是你的女儿对不对 当然当然当然 若主不是慢慢变成他的女儿的 不是 生下来那天就是完全是他的女儿 这样听不懂吗 完全是他的女儿 生下来就是完全是他的女儿 所以 对于 若主来说 他的女儿刚才坐在这边 因为现在聚会了 他还要出去了 对不对 对于若主来说 他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Denis的女儿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但是他生下来就是他的女儿了 然后他就是侍女儿了 他就是侍女儿了 你要知道这个地位的得着 跟身份的得着 有两种可能性 在我们所认知的生活和经验上 我们的了解 地位的得着 或身份的得着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我们赚得的 我们配得的 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一种是 跟我们配不配得没有关系 是我已经得着了 我是天生拥有的 我是天生拥有的 是自然而然得着的 那我再说明仔细一点 比如说我们考上一个学校 好的学校 那是你配得的 因为你考上了 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是你配得的 是因为你interview上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工作 是因为你 你被老板决定要的 但是你自己要去申请 你要有能力 你要知道你没有能力 你是申请不到那个工作的 还有呢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 我做一个丈夫 自我努力来的 我努力追我的女朋友 我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好 骗进来以后再说 对不对 所以我要努力得来的 这个叫做努力得来的 这是一种身份跟地位 可是另外一种身份跟地位 不是这样来的 不是因为我们努力 不是因为我们付出 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 这是一种 比如说学生 职员 或者丈夫的身份 这些都是你认来的 但是另外一种的地位 不是的 是天生的 是没有功劳的 是你没有付出的 是别人授予你的 最标准的两种 一种就是你取得 哪一个国家的国籍 这个基本上 不是你努力来的 通常是天生的 比如说 如果你要在台湾 拿到中华民国的国籍 是你父母是中华民国人民 那么你一生下来 就是中华民国国民 就 你说 我可不可以不做 这个跟你要不要做 没有关系 因为你生下来就是 那如果你不小心生在美国 你就变成美国人了 你说我可不可以不做美国人 你可以想办法 但是你得到美国国籍 这个事情 是跟你生在美国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生下来的 还有比如什么呢 叫做儿女都是生下来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讲例外的状况 你抱来的 养来的 那个是另外的 我想讲说生下来的女儿 生下来的儿子 我们是儿女的身份 是自然的 我们生下来 姓张姓王是天生的 不是自己赚来的 不是你努力来的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福音临到 我们是基于神的恩典 是表明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 是上帝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赚来的 注意听好 注意听好 不是我们赚来的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身份是天生的 所以福音临到个人 是出于他的恩典 他给谁 就给谁了 地位没有配不配的问题 这种天生的地位 没有配不配的问题 只有是不是的问题 你是神的儿女吗 若主是Denis的女儿吗 只有问是不是 没有问配不配 对不对 如果有问配不配 就很麻烦了 你知道吗 婴孩生下来是很难配 对不对 刚才我碰到 那个谁的孩子 项羽对不对 刚才是项羽吗 对对对 项羽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刚才看项羽的孩子 我这样侧面看一眼 我说这你家的 这你家的孩子 因为长得非常像 可是我告诉你 不像 即使是不像 只要是他生的 就有那个地位 对吗 这跟像不像没有关系 那跟配不配 更没有关系了 他有过贡献吗 有 他找过麻烦 吃喝拉撒睡都找麻烦 对不对 还要生病 还要找麻烦 所以如果说 他怎么样 扔到这个身份呢 他怎么赚得这个身份呢 他没有功劳 他还找麻烦呢 可是他不会因为 他配不配 像不像 而影响到他是不是 对吗 我们可以是而不配 对吗 同不同意 我们可以是而不配 我们可以是而不像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是的时候呢 你像也不会是 配也不会是 当你不是的时候 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 想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 神的儿女这个身份 不是你二人来的 是神给的 你要知道啊 你有时候被给一个身份 你有时候觉得还蛮委屈的 有没有 如果你生在穷人家 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委屈 可是如果你生在帝王家呢 你就觉得说 我赚到了 做神的儿女 就是赚到了 来 已经赚到了 请举手 请放下 你们动作这么慢 好像很不甘愿的样子 不过你甘愿也好 你不甘愿也好 我也对你没办法啦 因为你已经是了嘛 对不对 你已经是了嘛 所以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是这件事情 对我们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当你是 而且你知道你是 你才能享受 我再讲一遍 当你是 而且你又知道 你是你才能享受 如果你是 你不相信你是 你就不能享受嘛 你就没办法享受 因为你不相信你是 其实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 在人的表现是很简单的 神那边我们看不见 我们就不谈了 因为太复杂了 对不对 就很简单 你会说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 救我的神 类似这样的话 你只要说得出口 基本上你就是了 因为这种话说不出口的 你听到懂吗 你只要说得出口 或者你心里说 真的耶 是神救了我 真的耶 我不配 可是神给我这个恩典的 我要耶 当你有这种概念的时候 你已经是了 因为这种话 圣经上说 自己是说不出来的 是圣灵感动你 你才会说得出来 你说那你圣灵是什么 你也不用弄清楚了 反正弄不清楚了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外面的表象 所以当你逝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第一 可是第二呢 在这段圣经 我们就看到 如果你要享受福音的盼望 你要持守 一个人 他要持守这个福音 是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身份 他已经有这个地位 我们虽然享有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的地位 但在我们有生之年 存信心和盼望来过地上的生活 却是我们要坚持的 因为 大部分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会觉得父母亲不是很爱他 对吗 儿女都不会点头了 都是父母才会点头了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如果你做父母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她是我的儿女 但是她觉得我对她不好 至于我是不是对她不好 那另外一回事情 很多人不能享受儿女的地位 是因为她觉得 她好像没有很顺利 她父母对她没有很好 很多基督徒也这样 很多基督徒跟我说 神为什么对我这样 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精力也比较多了 错误的次数累积够多了 我现在告诉你 每一次的失败 都是神化妆的祝福 我再讲一遍 每一次的挫折 都是神化妆的祝福 但你失败次数过多 你得不到这个结论 我失败次数过多了 我告诉你这个结论 你说那我又没有责任呢 我当然有某种责任 我当然有某种责任 我自己不好好努力 我自己有问题 可是我失败 却是神给我的恩典 神不是用责备处罚的角度 来对我的 祂是说因为你没有努力 所以让你失败一次 让你知道说没有努力 你就得不到 这个是恩典还是惩罚 Depends 对吗 看你主观 我认为如果我不努力 神没有让我成功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恩典 因为如果我不努力 我就成功了 那你觉得我下次 还需要努力吗 所以你不努力而没有成功 这不是个恩典吗 是神告诉我说 你没有努力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给你 所以当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 神仍然用各种方式 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努力 我们不会失去盼望 继续相信神的恩典 并且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就用各样的方式 来表现出我们的身份 当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如果你想到你一个人 你会很辛苦 你想到你一个人会很辛苦 因为你觉得你单打独斗 你知道我信主 好到现在五十多年了 我大概在十年前 我已经决定一件事情 其实我做基督徒很认真 我做基督徒很努力 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放掉我的工作 全心全意做传道人 全心全意做传道人 我宁愿拿少一点的薪水 我宁愿过简单一点的生活 我要做这个工作 可是一直到我十年前 我才真的决定一件事情 才真的知道一件事情 不是我要不要努力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不要走在一起的问题 听得懂吗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挫折的 没有一个人是不失望的 没有一个人是不伤心的 因为这个世界太麻烦了 即使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难处 你放心 你放心 那个难处不会减少的 不会减少的 即便到现在 人家就说 李长老那你信主五十年了 你做传道人三十年了 你还有难处吗 你猜猜看 我告诉你我的难处 应该比你还大 因为我现在会碰到的挫折 都不是小挫折的 因为小挫折一跳就过了 对不对 可是神永远没有让我们 没有挫折的机会 因为当你不再挫折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依靠祂了 这么好的句子你要记下来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的 当我们不再挫折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依靠祂了 所以我已经怕了 你知道吗 我从一个角度来 我已经怕了 好不容易跨过一个红沟 我就说 赞美主 还好我跳的时候 你上面有拉我一把 不然我还差两公尺 你知道吗 会掉下去 结果它空中拉我一把 我就跳过去了 因为才差两公尺而已 可是因为次数太多了 我现在知道 下一次差会差五公尺 所以就怕了 我现在想到一个办法 后来发觉 是圣经上讲的 就是我们走在一起 我们走在一起 昨天我们跟开完会几个童工一起吃饭 我就跟 我跟邱华嘛 然后赞美 顺制昨天有事 没办法来 我们就说 将来老的住在一起 这样讲不是真的要住在一起 是要走在一起 是要活在一起 没有一个人够坚强 你放心 我从我自己 以及我看到这么多伟大的人物 我已经发觉 没有一个人是坚强的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 我们可以自己走 然后我们跟别人走在一起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别人可以帮助我们 当别人有需要 我们可以伸出一把手出来 所以使我们生活慢慢的更圣洁 更没有瑕疵 更没有被责备 我们的信心就要持守到底 就要持守到底 因此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 我们会碰到几个问题 第一 我们会跨过一些东西 觉得说 以前跨不过了 现在跨过去了 哇 很棒 可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卡在那边不会动了 卡在那边不会动了 如果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步 到了几年 他就有一定的成长 我们叫做成熟 所以第一个福音 到个人属于他的恩典 一个是地位上的完全 地位上本来就完全的 一生下来 你就是某人的儿子 他那是个完全的身份 他不会说 我这80%属于我爸爸妈妈 20%我不是他的孩子 没有这种身份 在台湾也是 如果你生在台湾 你爸爸妈妈是台湾 中华民国国民 那么你就是中华民国国民 这个没有说你有50%不是 10%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这个叫做一种完全 第二种完全就是 我们在地上享受的福音的完全 你信主五年 有享受五年的完全 信主十年 有享受十年的完全 信主二十年 你有二十年的成熟 换句话说 如果你已经信主五年了 你只有两个月的生命 我们就说你不成熟 你不成熟 所以成熟不成熟 不是跟别人比的 你不能信主两年就像我这样 你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的 你信主十年也不会像我这样 我不是说我很了不起 我这样讲其实是对我 更大的压力你知道吗 因为我已经50年了 所以我应该有50岁的样子 才叫成熟 你只要有两岁的样子 就可以成熟了 所以看到这个情况你会哭 看到这样我不能哭啊 你哭就是还是完全啊 我不哭 不是 我哭了我就不完全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享受 因为我比你自由 我比你自由 我比你享受这个福音的自由 我知道我这样做会有问题 我就不做了 可是你知道那样做会有问题 你还不得不做 有原因就是你还太小 这样听得懂吗 但是你不用跟别人比 你不用跟别人比 你也不用看不起别人 我后来发现 基督徒有两种 一种老觉得自己比别人好 看不起别人 不必 第二种老觉得跟不上别人 为什么我不像他 也不必 那你跟谁比呢 跟自己比 你成熟了没有 五岁有五岁的样子 十岁有十岁的样子 十五岁有十五岁的样子 那么你就叫做成熟了 这是第二种成熟 或第二种完全的二 第三 福音传到各地有它的顺序 福音传到各地有它的顺序 这就是说福音传到各地 在历史上讲 他从耶路撒冷 然后传出去 犹太全地 到撒玛利亚 到当时的地级 就是西班牙 欧洲传完了 欧洲传完了 就透过往南跟往北 然后再传 然后过洋海 就传到美国 就这样 整个传开来 历史上我们看到福音 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地方 从一群人 传到另外一群人 但是我们今天不讲那么远 就讲我们自己 我们也是这样 有人传给我的 有人传给我的 那我怎么信耶稣 我跟你们讲 因为我小时候 我们家里有一些难处 我跟我哥哥跟我妹妹 就被送到台北 其实是三重市 到那里 我舅舅家 住在我舅舅家 我舅舅有五个孩子 我们家有三个孩子 一共八个孩子在那里 那房子很小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然后我舅舅舅妈 还有一个舅舅 还有一个外婆 我们十二个人住在一起 十二个人住一个非常小的房子 大概二十几平 我问你十二个人 怎么住二十几平啊 所以就很麻烦嘛 所以你知道吗 尤其夏天那个时候 没有冷气 热到不行 所以房子根本待不进去 待不下去 所以只好都到外面去 找地方 看看哪里可以玩 那我们又是那种 不敢乱玩的 你听得懂吗 就是小时候被管得很严 都不敢乱玩的 就没想到我们家附近 就有个教会 我就到教会去了 就到教会去了 到教会去了 教会比较宽嘛 那个时候有打乒乓球啊 就去了 后来别人就告诉我这个福音 我就信了 我就信了 所以福音传到我 是因为环境 是因为别人 然后慢慢慢慢我就信了 信了以后我就再传 就再传 福音就传开来了 所以我只是一个过程 可是我先拿到了 我就分给别人 听到话 你拿到了 你就分给别人 所以它是一个有顺序的 你先拿到的 就要分给别人 那你说分给谁呢 我现在告诉你 就是分给你的家人 分给你的家人 我上上礼拜有在讲 林玉国是他们家 第一个信耶稣的 现在已经几十个人了 慢慢传慢慢传 你放心 有一句话你记得就好 一首很老的歌 说总有一天等到你 对吗 就总有一天等到你 我跟很多人说 总有一天等到你 因为在这过去的 五十年当中 我看了太多了 你只要讲就好了 讲什么没关系 怎么讲没问题 讲不要让她不高兴 但是你让她知道就好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 要传语给我妈妈 我妈妈根本就不要 然后我妈妈不仅不要 还不让我去教会 那我只能想尽办法 你知道吗 母亲节 一年就一次母亲节 有一个母亲节的特别聚会 就带我母亲去 因为这样 可以拿礼物嘛 对不对 跟妈说 妈 教会有礼物耶 你要不要跟我们去 这样 那为了这一次要她去 前面就铺陈好几个月 就要跟她讲说 哦 某某人也是基督徒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一个大家 很喜欢的邪心 叫做孙悦 有没有 我跟我妈妈说 孙悦是基督徒 我妈妈看起来说 她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啊 她那么坏 她那么坏 是在演戏的时候很坏的 她这么坏 怎么会是基督徒基督徒呢 这就是话题 你听得懂吗 就是话题而已 我们又有用不 因为我也不认识她 当然后来就 就很认识她了 那时候也不认识她 但是就是话题 那我妈说不可能啦 我就说你看人家也信啊 她说那是个坏人呢 我说那坏人也信啊 就随便就传开来了 这样听得懂吗 就你讲你讲 她信不信 我告诉你 不一定跟你有绝对的关系 可是讲是你的责任 你就讲就好了 讲就好了 我告诉你 在这么多年来 这几十年来 我看到太多了 特别是你信得很不错 如果你家人迟早要信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 他迟早要信 我不要引用很多的经文 来做你的鼓励和支持 我只要告诉你 你活出来 讲出来就好了 那当然 我可以告诉你 最重要的是因为 你生命的改变 因为这个地位的得着 你已经有了 你生命的改变 随时一直在成熟 跟完全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了 所以第三 福音传到各地 有它先后的顺序 你不用太有压力 你就是一直往前走 就好了 第四 第四 我们提到 上次提到 认清福音真理 才能够传的全备 认清福音真理 才能传的全备 这里的全备 还是一样 不是你要讲得多完全 因为你讲不完全 因为你自己 还在完全的过程当中 对吗 你十二岁 你当然只能讲出 十二岁的话 你十八岁 就能讲出十八岁的话 可是你就照你的 这样讲就好了 你不需要 讲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因为我们年轻 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 不像现在 现在你要跟人家讲话 人家还不理你的 对不对 你讲你的 他看他的手机 他稍微看看你 已经很给你客气了 他完全不理你 都有可能的 不仅 儿女对父母是这样 有时候父母对儿女 也是这样 对吗 儿女要跟父母 讲父母没空 或者是朋友之间 也是这样 可是你说 那我怎么弄呢 我怎么讲呢 这里讲说 我们要把福音 传的全备 是指当我们 传扬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 讲得清楚 讲得到 我这个程度 不是理见 是你的程度 你能经历多少 你就讲多少 简单来说 你到了什么地步 不必跟别人比较 你就讲出 你要讲出来的东西 就好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 可以全部讲完全 所以没有问题 你只要讲出来 你所有的样子 就好了 可是我现在想 跟你讲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可是随着你这样的成长 你每成长一段 你就会得到一个新的 这个信仰当中 要给你的好处 我讲的好处 是比你想的好处 还要更好的好处 你每隔一段时间 你就更自由 我会用自由来讲 自由就是你不会被捆绑 比如什么呢 顺制对我不好 不可能 我这样讲 他一定不会对我不好的 我才讲 如果有人对我不好 我不敢讲 因为他以为我在真的来讲他 假如顺制对我不好 以前我不高兴 可是过了三年之后 他对我不好 我突然不会不高兴的 我有没有更自由一点 这样你听得懂吗 行走江湖 哪有不踩到别人脚的 对不对 你踩到别人的脚 人家有几种反应 是不是 有没有人一拳就打过来的 有啊 有啊 你踩到别人 那一拳打过来的 那你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跟你信主多久有关系 他打你 你回不回首 不回首 气得要死 也是等于回首的嘛 对吗 你能不能踩到 你踩到人家脚 人家打你 你说没关系 你能不能这样 当你生命到了一个地步 就自由了 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享受 比如说 我吃饭是真的很 很随便 很随便应该说 你请我吃什么 如果你请我 或者圈华弄什么 你给我吃 或者我吃什么 我都没有关系 我是能吃饱就好 因为吃饭对我来说 吃饭对我来说 是应尽的义务 对我啦 我一直都是这种概念 你可能跟我不一样 可是对我来说 吃饭就是应尽的义务 所以我时间到了 我就要吃饭 因为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再生命 六个小时 对不对 然后呢 晚上那一顿吃了以后 可以生命 十二个小时 这就是我对吃饭的概念 可是这并不代表 我不会吃 对吗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会不会吃呢 那你请我吃一吃 你就知道了 你请我吃吃看 看看我会不会吃 可是我要不要 被这个吃所捆绑呢 这个就是自由的问题 这就是自由的问题 那我现在只是举例 告诉你 你也是这样啊 你什么东西 可以捆绑你 什么东西 不会捆绑你 我再讲一个例子 给你们听 得到福音 你一定会自由 比如说 这个人把他看得很讨厌 有一天 你看他不讨厌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自由了 有听懂吗 羡慕吗 不羡慕啊 真的很可怜 我告诉你 你一直恨一个人 你多可怜啊 你一直不喜欢那个环境 你多可怜啊 然后你假设对方要伤害你 你多可怜啊 他要是真的要伤害你 如果他真的也伤害不到你 你何必被他吓到呢 听得懂吗 他就在笼子里面 他绝对不会伤到你的 他再大声吼叫 看看他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不用被他吓得半死 因为他出不来嘛 可是有些人 会一直幻想别人要伤害他 很可惜 别人要伤害你 只要伤害不到你 都不用生气 何况他没有要伤害你 你把他想中 他要伤害你 你有没有自由啊 这个东西都会随着你的生命改变而改变 真的 你有多少钱 你才得到释放 我今天是不要调查的 因为我 以前几年我常常调查过 说有一百万就够了的人请举手 现在不要举手 现在不要举手 因为你们一百万 你们绝对不要的啦 我讲的是新台币啦 我讲的是 现在最好的英镑 你也不会举手 对不对 那才有几千万而已嘛 对不对 台湾有人几千万就会满足的 我没见过 如果有这种人 他一定他远远低过这个数字 没有一个人对于现代的财富满足的 同意吗 你现在有三栋房子 你满足不满足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都吃喝不完的 你不要工作 你都吃喝不完 那你不要乱花嘛 你三栋房子都吃喝不完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努力呢 因为你觉得不够啊 所以这就是个捆绑 什么叫做自由 就是你不会被那个东西弄到 你一定要做出一个动作出来 叫做自由 有一次我到内地去 后来 这故事我在这边讲过两三次了 我被一个人带到很远的地方 去传闻给他的弟弟 他后来到一半他才告诉我 说他那个弟弟呢 骂了每一个传道人 去传闻给他弟弟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找我去啊 我不是多一个被骂的人而已嘛 对不对 他就说 没有李长老你讲的 我觉得是一定能够说服他 我后来想一想 他一定对每个传道人都这样说 所以他给他弟弟的机会 他给他弟弟的机会 结果就去了 不是 其实到那边 这没办法 那房子 那房子真的很小 客厅就差不多这么小而已 中间一张桌子 也很小的一张桌子 就比这大一点点 然后那个 那个是很落后的地方 虽然那个窗户是这样开的 你听得懂吗 这样开 然后用棍子顶着这样子 开着那种的有没有 然后那个门这样 然后都是一个木座的房子 我进去之后呢 他姐姐把我放进去之后 他姐姐就跑掉了 就把我放到笼子里面 跟他的弟弟相处 你知道吗 他弟弟好看到我来也不理我 留了长头发 那是三十年前 他留长头发 那在中国大陆是不可以的 男孩子不能留长头发的 然后他就在那边 我进来他就看着我 他看着我嘛 我已经进来了对不对 他看着我我看看他 他也没有跟我讲话 他没有跟我讲 我也不要跟他讲话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也不是那种 没事 头要去撞那个尖尖的东西 对 我被他姐姐骗过来 我就在那边 我就 他一直抽烟 一直抽烟 一直抽烟 后来我就走到窗户旁边 因为窗户 它是这样顶开来的嘛 我就站在那边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说你讲话啊 他说你讲话啊 我说讲什么 他说我姐姐说你很会讲 你讲啊 我说我没有要讲什么 你姐姐叫我来 我就来了 他说你讲啊 我说我没有要讲 我说是你姐姐叫我讲 我没有要讲什么 这样 因为我知道这种人 我后来才知道 就是我当时 路上他姐姐才告诉我说 他把多少传道人赶出去 他说我弟弟 没有一个传道人 讲得过我弟弟 那你又何必把我弄进去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讲话啊 对不对 既然讲不过你 我就不讲 这样就没有讲不过的问题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既然讲不过你嘛 我就不讲啊 那就没有讲不过问题 后来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来抽烟 他说我告诉你 基督徒最不自由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们又不能抽烟 又不能喝酒 这样 我也不跟他讲话 他就说怎么样 就讲 后来我就说 我看他在抽烟 我就说来拿一根烟过来 他看着我说 他说你可以抽烟吗 我说我是基督徒 我说我是基督徒 我有自由抽烟 我有抽烟的自由 我也有不抽烟的自由 我选择不抽烟 因为抽烟对我不好 所以我不要抽烟 这是我的自由 因为他说你最不自由了 你们基督徒最不自由了 连抽烟都不行 我说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当然可以抽烟 但我也有不抽烟的自由 因为我选择 所以告诉你 拿一根烟过来 拿一根烟过来 他不给我 他看着我 因为他吓一跳 因为所有的牧师 都说不抽烟 我没有说牧师 对不对的问题 我现在在告诉你说 当你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 就不是抽烟不抽烟的问题 我说你烟拿过来 我说我是可以抽烟 我选择不抽烟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你有抽烟的自由 你有不抽烟的自由吗 他就再也没有讲话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手这里都是黄的 我进去之后 他不知道抽了多少根烟 我觉得他在焦虑 可是我不焦虑 因为抽不抽烟是我的事 我要抽就抽 我不抽就不抽 他要抽就抽 不抽不能不抽 所以谁比较自由 我就跟他讲那句话 那个是我们在那个房间里面 唯一讨论的议题 我也没有叫他信耶稣 你自己看着办吧 后来他姐姐来说 我弟弟说什么 我说他没有说什么 我也没说什么 没有输赢 我就走了 他后来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认清福音 你才能够知道说 这个福音的好处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 还恨着人 或者恨着过去的事 我知道你现在还羡慕别人 为什么别人每个事业都成功 你每个事业到现在都还失败 我知道你现在还很嫉妒别人 我知道你现在还抱怨 别人的太太比我太太好 我从来不抱怨 我觉得太太是最好的 你可能有很多的想法 我不是说你一定不可以有 但是随着信主的年龄 你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明天会更好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就会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自由 最后我只留下一点点时间 因为今天Ending 我讲最后一部分 我们念完一遍 我就要做结论 我们一起来念 21到29 那我念一节 你们念一节好了好不好 我讲了这么多 你们也讲讲话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今天戴口罩 有人跟我说 你知道戴口罩 会不会不方便讲道 我不会 因为我一开始讲道之后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其实你看我在看着你 其实我根本没看到你 因为我在专心讲道 我就是扫过去 有谁我等一下出去就忘了 所以我完全不会受影响 但是我为了你们 你们要动一动 出声音好不好 我念一节 你们念一节 21节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横心 根基稳固坚定不移 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能听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份 做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 大能尽心解力 我讲最后一点 也是今天的结束 就是福音传扬 四处是神特别的托付 神对我们每个人 有不同的托付 神对我们每个人 有不同的托付 这一段圣经 告诉我们 保罗说他有一个职份 他有一个职份在这里 他说我保罗也做了 这个福音的执事 执事是surf table 就是我是把福音传出去的人 他说我就是把这个福音 传出去的人 这个是minister of the gospel 福音的工作者 但讲工作者有点太僵化了 应该是我是个服事人的人 那我服事人的内容 是把福音传扬出去 就好像如果你到那个餐厅里面 打工 做那个端盘的小弟 你端什么盘子呢 就是他点什么你就给他 当你给他的时候 你要客气 因为你是一个surf table的人 你就要客气 保罗说我就是端那个盘子的人 可是我端那个盘子都是福音 这是第一 第二 他说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25节 我照着神所赐给我的职份 什么叫职份呢 职份就是stewardship 就是一个职份 就是我做的那些stewardship 就是我有一个身份 我有一个身份 就是我是服事别人的人 然后我服事的内容就是福音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我知道你可能是一个爸爸 我知道你可能是一个太太 我知道你可能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我知道你可能是一个员工 我们当中有医生 我们当中有老师 我们当中有各式各样的身份 对吗 或者你说我是一个职员 我是个小弟 我们除了这个身份以外 我们在地上 如果我们是教会 你是教会 那么你就有一个身份 那个身份就是你是一个 服事的时候呢 是要拿出那个福音的 你服事的时候拿出那个福音的 你serve别人的时候拿出那个福音的 因此这个跟你的身份就重叠了 你是老板也好 你有基督福音的身份 你是医生也好 你是教练也好 你是董事长也好 你是小弟也好 你是丈夫也好 你是儿子也好 你同时有另外一个stewardship 你有一个职份 就是你是serve 你是serve福音的人 这个serve福音 你提出福音 用福音去服事人这件事情 你不需要很努力 你只要正常地活就好了 就是你到了什么地步 你就到什么地步活 你不必说 我要像李长老这样 你跟我这样 你很辛苦 因为我是全时间的 我全时间的 我花多少时间 我因为十几岁就要当传道人 所以我花多少时间读圣经 你不必像我 就好像你读的事情 我也不会做一样啊 那张老师在学校教书 我能教吗 我没办法教耶 因为他教的东西我不会 可是福音就是 你把你的生命 有的东西活出来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人家说 你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耶 好不好不重要 但我是基督徒 OK 听得懂吗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他说信了耶稣要赶快长 我都说不要赶快长 要刚刚好长 听得懂吗 因为你赶快长就会出问题 两岁的孩子表现像五岁 你觉得正常吗 不正常 不需要 也做不到 所以你不需要这样 你就是乖乖的 该来聚会聚会 该来 我就是唯一鼓励你的了 多跟我们在一起啦 有好处啦 我真的是不跟你开玩笑的 多跟我们在一起 有好处啦 有好处啦 我们在一起 你就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 然后你会慢慢涨 慢慢涨 慢慢涨 我们都是一样的 你因为我不嫉妒别人啊 我退休 我从职场上退休的时候呢 我才 我才几岁啊 我都拿了劳退保退下来 我劳退保扣很多耶 因为我到那个时候 我就停了嘛 我一个月才拿多少钱呢 政府给我的劳退保 我 那个时候我全部的钱加起来 我不要告诉你多少钱 我全家 那时候我孩子还在读书耶 因为我已经不拿教会的薪水了 很低耶 我全部的钱拿出来 除非你现在是做生意失败的人 不然你们一般有人财产 都比我多很多啦 我们也没有不动产的人 可是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哦 原来人这样也能活着 你听不懂吗 原来人这样也能活着 你被人家误会的时候 你气得要死 原来人在被误会的时候 也能这样活着 这听不懂吗 当你碰到天大的难处 你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跟我们在一起啦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人在这么大难处的时候呢 也能这样活着 那这就是随着我们属灵的生命 慢慢长大 慢慢长大 所以surf table这件事情 我们用我们的福音去传扬 我最后讲一点点 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这个教会是 你们有没有选错教会 我是不知道啦 我们这个教会 是会一直往前走的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的教会 我们三个长老 以前在的教会 是一个全台湾 最老的教会 最老是指年资最老 是台湾第一个 第一个讲国语的教会 那个是民国 三十四年 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 是民国三十四年 一九四 对不起 三十五年 一九四六年 在许昌街那边 刚刚开始成 中山南路上面 是全台湾第一个 最多最多 因为当时有两个教会 放在一起 最多最多最多 就第二个教会 讲国语的 在那个之前 只有讲日语的 跟讲台语的 所以长老会比我们久很多 因为他们上百年了 可是像我们这种 讲国语的教会 我们是第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就慢慢发展 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的 那些元老 都是我们教会出去的 因为就一直出去 开教会 开教会 就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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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教会 后来就最近 差不多十几年 就没有植堂 准确来说 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没有植堂了 我们最近一次植堂 是康华礼拜堂 人家都过四十周年了 你听得懂吗 三十周年还是四十周年 所以我们就没有植堂了 没有植堂 就是要不要植堂 要不要植堂 要变大堂还是要植堂 所以就一直错过那个时机 后来我们就在几年前 光州游岭时候 说要出来植堂 当时我就说 如果出来植堂就不能停 就植了就要再植 植了就要再植 这样子 我也跟林生南路说 植了要再植 如果我们出去 你们下一个要植 后来我就知道 不植的人就很难植 你听得懂吗 不搬家的人很难搬家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植堂出来 我们当时讲好了 百分之三十奉献出去 百分之三十 就奉献给一个机构 其实就是吴勇长老的机构 我们现在还在选 假如有第二个第三个 我们就要分这样子 如果你们有看到 很好的机构 也告诉我们 我们就分这样子 我们各位的奉献的 百分之三十 我们原封不动地奉献出去 因为他们去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自己只做 本地的福音工作 他们做宣教的工作 所以他们serve table的时候呢 他们去serve那些外国人 其实就是我在的那个机构 美国的 大陆的 菲律宾的 印尼的 欧洲的 就从那个机构出去 那个机构 现在已经在欧洲有神学院了 在欧洲有七个小组 在美国有一个小组 在印尼 菲律宾 大陆都有小组 是 把钱给他们 让他们去做那些事情 至于我们自己呢 只用70% 昨天 长老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还剩10% 所以长老讲了一句话 看起来我们要直航了 因为我们钱用不掉 我们要直航 所以我们还要再分 还要再分 你不要害怕 捐过血吗 没捐过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不知道这个好处 你捐过血 你就会知道 你的造血功能变快 你不要害怕 说我们分的会变小 没有 只有越分越多 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 讲好出来就12个人 当然后来啦 金城大哥啦 像那个Michelle 他们几个有 我们也要出去 我们也要出去 那个穷慧 说我们也要走 我们也要走 就也啦啦啦啦啦啦 这也是啦啦啦 我们大概出来 我们算了几个 大概三十几个 可是现在我们今天清点 我们的人数 已经到200个了 在我们这边聚会的 然后再扣掉一些 很不稳定的 我们也有一百六七十 是稳定在这边聚会的 在这边聚会的 我们出来的时候 就三十个吧 就这样讲吧 现在不是一百六七十吗 这不是三年的时间 你把它切一半试试看 更快 更快 我们的目的是要传福音 然后福音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教会 你这样才能够经历神 我在讲 刚才讲过一句 如果你一直没有碰到失败 你不会知道神有多厉害 你如果没有碰到难处 你不会知道 你的心有多狭窄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觉说 其实我也不用 我可以不用这样想 我可以另外一种想法 神在我们身上就得到了荣耀 所以福音传道四处 有神特别的托付 神托付你的是什么 简单讲 在这个教会好好的聚会 我们做家人 第二 我们用这教会的 百分之三十的钱 去给人家做外面的 外地的宣教 至于我们自己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 你不用到外面发单章 你也不用到欧洲去 你不用到美国去 那个我们找人专门去 至于我们留在这边 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同事 燕医师诊所的护士 都是你们福音的对象 你说怎么传的 是不是一定要发东西给他们 不需要 你活出来 你应该活出来的样子 就够了 几岁就活几岁的样子 也不用活超过 你活超过 你会变假 就不用 就这么真实的活着 但我们一起往前走 我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是一月才刚开始 对不对 我上次没有那样鼓励你们 我现在要鼓励你们了 因为你讲完这一段 今年你可以带一个人 稳定信耶稣之后 来我们教会吗 可以吗 一个人就好 但是你要一个人 你就要带三个人信耶稣 因为带三个人信耶稣 才一个人进得来 你听得懂吗 你要带三个人信耶稣 你大概接触十个人 我这个是比较 让你心里有数 但是你也不要有压力 我告诉你 你只要活出来 人家会来问你 人家会来问你 为什么你最近怪怪的 我有怪怪的吗 你怪怪的 我有怪怪的吗 你以前对我很不好 你现在对我好一点 真的吗 什么缘故啊 你说我也不知道 可能跟我信耶稣 也有关系吧 就可以了 我是说真的 我不是说假的 我从来不主动告诉别人 我是基督徒 我从来不主动 我心里想 如果你看不出我是个基督徒 我讲也白讲 对不对 而且我讲就羞辱了 我就不讲 我特别不讲 然后一集久 他们说你这个人怪怪的 对啊我怪怪的 我也觉得我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我也觉得我怪怪的 久了以后再讲 一个人 一年 2022 带一个人来我们教会聚会稳定 这样可以吗 现在 那个人你还先不要想出来 没关系 你要先说我愿意嘛 才有希望嘛 对不对 如果你不愿意就没有希望 你现在就已经愿意说 我要带一个人在我们教会聚会 请举手 你看 举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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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姐举手 请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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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有愿作的心 就必蒙悦纳 不是照他所无的 不是照他所无的是照他所有的 换句话说 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 神就给了 求主帮助我们 好 我们现在两三个人好不好 做你们讲述说 如果你有说 我今天得到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一句话或怎么样 分享一下下 不要急着走好不好 就是这是个团契的时间 我五分钟之后会做一个祷告 我们现在看看 找两三个人好不好 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好不好 除非你们说 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不在一起不行 好 请你们两三个人好不好 两三个人 我们先来祷告 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 我们向您现场感谢 主啊 今天 我们再一次向您现场感恩 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在这里 直接领受信息 而透过网路很多人得到帮助 我们也相信祢要继续恩待我们 让我们可以经历到 那个生命的成长 那个突然胜过了某一个难处 突然又胜过了某一个苦毒 突然发觉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 突然发现原来我也会嫉妒 所以这样我们就一直成长起来 我们也谢谢主让我们不是一个人跑这条天路 你帮我们放在一个教会 有爱的教会 会长的教会 你给我们让我们愿意服侍的教会 主啊 我们向您现场感恩 我们也求祢自己恩待我们 再一次为疫情祷告 求祢让疫情不会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受到太 让我们受到太大的影响 主要让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透过这个疫情 我们更深的思想祢 而且更知道要怎么面对我们自己 我们求祢自己来帮助我们 求祢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我们仰望祢 主要我们分散的脚步 求祢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鼓励 提醒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家人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可以继续有交通 或者慢慢的可以离开